大家好,歡迎收看每日焦點新聞 今天下午河南省政府新聞辦開發布會 介紹當地信誠救災的最新情況 據初步統計,7月16日以來截至26日12點 這一輪的強降雨造成全省150個月 1558個鄉鎮超過1290萬人受災 69人因災死亡,5人失蹤 全省目前緊急避險轉移大約67萬人 目前緊急轉移安置大約87萬人 農作物的受災面積超過972千公頃 承災面積近420千公頃 拙收面積大約109千公頃 倒塌房屋是13943戶 一共是38643間 而嚴重損毀的房屋有多達32279戶 一共是115687間 就住河南的信誠 和巴士的報仲編輯你和一齊聊天 你好 你好 這次災情突如期來 在救災過程中 已出現不少莫名英雄 是的,看20號那個暴雨 除了造成鄭州地鐵5號線被染湊 多人死亡之後 經港北路的隧道在5分鐘內 被雨汗灌滿的 隧道的積水一度是深度高達13米深的 大量的車輛人員被困 當局已經陸續發現有遇難者的遺體 在災難發生時有一個男子叫侯文超 他大聲地叫車主叫汽車保命 被網友封為城市英雄 由網上流傳的幾段視頻 可以看到在20日下午5時多 在京廣北路的隧道由北至上坡柱 積水已經染浸到車輛輪胎的三分二高的地方 有四百多架車就塞在那裏 很多車主仍然坐在車內觀望 在這個危急時刻有一個男子在現場 不停地大聲喊 是真的很大聲的 而且拼命地說車不要了 保命要緊 他不停地叫了十分鐘 在他十分鐘內 因為他一直不停地大聲勸告 還去敲打一些依然停在路上 不肯離開的車主的門 勸大家就盡快離開 視頻可以看到陸續開始有人出來 然後水就開始染浸到腰部 再之後出現的視頻 就是大水已經慢慢浸過車頂 覆蓋整個路面 經過網友的搜尋之後 發覺在網友上 首先很多網友去評論這件事 就是說這個人的理智的聲音 救了很多人的人命 於是內地傳媒就開始去尋找 暴雨中的煩人英雄 經過了一輪網友的搜尋 人欲搜尋之後 就找到原來他就是北京的一間公司 在河南的分公司的負責人 叫做侯文超 根據內地的報道 就是內地傳媒的報道 他是河南人 當日就正是開車從京廣路 就自北向南 就駛到隧道裏面 他回憶起當時隧道裏面 車輛受了 司機就在排隊輪候著 沒有人意識到 原來生命的危險就已經是來臨的了 於是他就突然想起了 2012年7月份的時候 發生在北京那場水災的 當時也是無數的車 無數的人被喘急的水流 就是夾走著 人家就算拉都拉不住了 路面的水位就是上升得很快的 車廂裡面就不斷開始 湧入污水的 他回憶起這個場景的時候 就突然之間醒覺了 覺得面對自然災害的時候 其實人類是很無力和脆弱的 於是他就因為經歷過這個災難 所以他對類似的情況很敏感 所以立刻他就察覺到危險在身邊 於是當機立斷拿下手機和銀包 之後就是逐輛車去呼籲 叫大家快點快點快點離開車 不要要車了 病仔緊要 他拍了五段的視頻 之後經過了努力 他自己形容 當他回到家的時候已經很累了 他自己形容 他連聲音都叫到拆掉 不過我覺得很值得 因為真的幫到很多人 就是逃命的 Eunice 這次裝程發生之後 內地的個人和民營企業的捐款規模 都相當大 其中出現了一些事件 引起網上熱滑滑 其實實事員是關於內地一間 不是太受人關注的體育用品公司 就叫做紅星爾克 其實紅星爾克在7月21日面對災情的時候 在他們的官方微博宣布通過一些慈善基金 就是捐贈五千萬的物資 就幫助了河南災區 本來就是一些民企 或者是一些個人的捐款 很多網友都會轉發這些信息 去表揚這些善舉 但是後來就有熟悉股市的網友發帖 就說 看來看來就去找這一間的紅星爾克 原來他去年的盈利是負2.2億元的 他就覺得其實他真的捐出了五千萬 可以說是他最後的家當 就是覺得他們這種精神感動了很多人 於是就覺得他們的捐款 雖然就不是說最多 但是跟那些賺大錢的體育大品牌來講 就覺得這五千萬就很不一樣 於是跟著網友就轉發相關的評論 以及在這個社交平台那裡轉發這些消息 於是這個紅星爾克這個名字 就上了去熱門榜 於是大家就說 紛紛都要支持一下這種良心企業 於是當晚就這個紅星爾克 在淘寶或者在其他的銷售平台那裡 就有大量的網友就湧進去 超過有200萬人去他那裡掃貨 而且他們好像是不堪責那樣的 看到一款就去搶購一款 大家都覺得就算是最貴的 呼籲這個商家拿最貴的東西出來 對著這麼火爆的場面 他們公司的老闆吳榮照都說 都嚇了一驚 所以他半夜就出現在這個銷售的直播平台那裡 大家都知道內地其實都很流行這一種 就在銷售平台那裡直播間就是 勸大家理性消費 就說其實公司的業務 還會有比較多元化的 是不會破產的 希望大家就不要輕信謠言 呼籲大家一定要理性消費 不過網友都似乎 不太直接回應他了 大部分的留言都說 我們就是要野性消費 於是野性消費就成為了另一個熱門詞 直到上週末 仍然有大輝的網友 就源源不斷地湧入這個直播間那裡 去買他們的貨品 其實變成那個直播的主播 就是要不停地勸大家 就是要理性消費 不喜歡那些不好買 而且就叫大家 就是說現在就不是搞這個機外營銷 這樣 但是似乎都擋不住大家的熱情和支持度 從幾方面的監察數據可以看到 在36小時之內 他就賣出的商品 就是超過6700萬人民幣 還有一個有趣的地方 就是大家發覺 這間紅星二黑公司 其實就沒有什麼去經營他的微博 其實很多內地的民企都知道 他們在銷售 尤其是以零售為主的銷售公司 都會經營官方的微博 或者是社交平台 就是很打本地去經營 但是他就發覺 原來這間公司 那個官方微博 可以說是非常寒酸 連這個微博會員都沒有去買 其實這就跟其他企業的營運很不同 於是網友就是幫他們去買這個會籍 而且他們一激發起這個網友的同情心 就不約而同地幫他去官方微博買這個微博會員 那如今這間紅星二黑的微博會員的會期 因為它是不停地續期的 已經是續到2140年了 所以其實都可以反映到現象 在網民對於這些良心的企業 其實都是非常支持的UNIS 良心企業的確值得稱讚的 謝謝你和更詳盡的分析 我們轉看其他消息 中美天津會談在今天上午舉行 外交部副部長謝鋒 和美國國務院常務副國務卿社曼 會談之後舉行吹風會 謝鋒向記者透露 在會談中向美方提出兩份清單 一份是要求美方糾正其錯誤 對話政策和言行的清單 一份是中方關節的重點個案清單 在糾錯清單 中方敦促美方無條件撤銷 對中共黨員及家屬的簽證限制 撤銷對中方領導人、官員、政府部門的制裁 取消對中國留學生的簽證限制 停止打壓中國企業 停止滋擾中國留學生 停止打壓孔子學院 撤銷將中國媒體分別為外國代理人 或外國使團 撤銷對孟晚舟的引導等等 而在中方關節的重點個案清單 中方主要就中國部分留學生 扶美簽證遭拒絕 中國公民在美遭受不公平待遇 美國不法分子 折擾衝撞中國駐美司令館 美國國內授押、反華情緒滋掌 中國公民遭暴力襲擊等個案 向美方表達嚴重關切 要求美方盡快解決 設實尊重、保護中國公民及機構在美的合法權益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下週說美方應當樹立正確的合作官 不能一邊尋求合作、一邊損害中國利益 要求美方立即停止干涉中國內政 停止損害中國權益 停止踩紅線和玩火挑釁 停止打著價值搬綁紙、搞集團對抗 浸會大學在新學年會將國安教育納入必修 但不計算學分 課程的詳情將會於9月至10月公佈 浸大副校長周偉立透露 在新學年國安教育課程會納入必修的聯通課程 新學年入讀的本科生需要在畢業前完成相關課程 她說國安教育課程中會涵蓋較多範圍 包括網絡、環境、公共衛生等 讓學生全面了解國家安全 關心下岸運消息 香港時間星期一中午 港隊鄧俊文和謝影雪的羽毛球運商組合 面對德國隊、拉斯、富仙和希特尼 苦戰下以局數2比1擊敗對手 首次打入雲雙八強 香港隊首兩國和德國隊戰況激烈 港隊領先22比20 持局輸20比22 去到第三局一決生死 港隊穩定神心 在折發球和回擊上處理更冷靜 一度領先20比15 最後關頭鄧俊文連續三下扣殺 最終在夾閘幾聲咆哮之下 拿到關鍵一分 以21比16擊敗對手 總局數2比1取勝 打入八強 奧運女子100米碟泳決賽 將在今早舉行 中國的張宇飛在頭50米後取得領先 但被排在第七線出賽的加拿大選手麥尼爾 後來居上以55秒59 為加拿大贏得今屆賽事的首名金牌 張宇飛以0.05秒之差奪得銀牌 而另一名金牌大熱的澳洲選手麥基昂 只是得銅牌 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見 拜拜